全油管最快新闻 2021年至2023年 全国法院审结1213件 医保骗保犯罪案件 数量逐年增长 天津民营医院 骗取基金超一页元的大案 依法严惩 显示了打击医保骗保犯罪的决心 同时 两高提出更严格的打击措施 重点打积幕后组织者 职业骗保人 这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 两家医药公司代表的虚假行为 也引发了关注 彰显了政府对医药营销环节 监管的重视 医药产业专家指出 这些案例反映了医药领域监管的不足 需要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来遏制医保基金的被骗情况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